今天站在台上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歷零來參加我們這一場叫SCA的願景支持與教學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佛邦大學的許惠美 我也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參與整個SCA的從開始到現在 然後希望能夠一直走到未來 今天各位朋友認識到我們這個SCA的教師社群最主要就是透過臉書 大家看到我們這個臉書社群基本上就是一群熱愛私人群 外部感應器還有一些創客還有一些老師家長學生所組織的一個團體 我們整個臉書的運作大概從2012年開始 目前的話大概有6800多個成員 所以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所謂的這個教師社群 那我們這個計畫其實它是一個很長的一個歷程 那其中有一些人在這個過程看也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在這裡的話當然我們非常感謝 特別是科技庫科普活動計畫 那我們今天有特別邀請我們科技庫科普活動計畫的大家長 你忘了我老師 好大家先給他一個掌聲 謝謝他 謝謝他千里條條反過來 好謝謝 謝謝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透過各縣市的一個教網中心 還有一些公益團體還有一些企業團體的贊助 讓我們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能夠做一些教師研習 學生營隊等等 好那今天呢其實我很高興台北市電腦工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給我們場地能夠在這邊發生 那我想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感謝 真的回首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有太多人要謝謝 好我首先必須講S4A 謝謝 S4A並不是從2012年開始 在遠遠之前就有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協助我們這個社群從裡到有 所以我基本上昨天晚上睡不著了 因為我真的在想說我真的一定要來好好謝謝他們 真的很高興一路有你 好首先很多人都問S4A從哪裡而來 他不是孫悟空從石頭裡面蹦出來 好有一個人 好這個人大家可能都見過他 他是苗栗的范育廳老師 好那一年在2011年的冬天 他寫了一封E-mail給我 那時候我在宜蘭教王部落格 PO了一篇文章講PKOPO的部分 好那那時候我就講說 我們PKOPO可以連接Squadge啊等等之類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給我 他說老師我在苗栗 好大家可以想像苗栗 好苗栗的教育資源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好 但是呢我在苗栗推什麼呢 我在苗栗推樂高機器人 所以你知道樂高機器人有多少能夠用 其實很少 他說老師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開放的 開放軟體 開放硬體 開放內容的部分 所以呢在這樣子的一個 因緣之下 我們到了潘桃國小 那一天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誰跟我一起去了 國全老師 光輝老師 還有我 但這個是那個運平老師 然後還有蔡凱如小姐 所以真的很高興那一天 國全老師開車帶我們去苗栗 然後那天回來還大塞車 他晚上還要上補校的課 所以其實我們在那個過程 我們互相的做一個交流 那你可以看到國全老師 那時候還有試這個所謂的 運平老師做的這個 仰臥起做的一個裝置 所以在那樣子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很感謝 歐薩克計畫 還有蔡凱如小姐 在我們都還沒有任何經費進來 只是一群人覺得這件事情 可以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2012年 辦了很多的社群活動 這裡你可以看到 范韻平老師一直扮演 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 他從苗栗下來教我們 那時候我們真的 對這些純然不懂 所以他就真的這樣 慢慢帶我們 好 所以你就看到 大家從武道 慢慢的透過這樣子 自發性的演習 開始做的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真的很感謝 新北市的文德國小 還有台北市的南港高中 在那一段期間 都借場地給我們使用 好 我們特別看到的是 高惠君老師 還有這兩位 好 老師都是南港高中的老師 還有國全老師 光歸老師 還有英智老師 這是新北市文德國小的老師 那一天 我突然在看照片的時候 我在想說 欸我跟邱文聖老師 到底哪個時候見面 欸我們是真的 那個時間認識的嗎 真的 好我都忘記了 我想說我每次都在想 我什麼時候跟他認識的 都不知道 看了照片才知道 然後這張 是我們後來在 2012年半的活動 那天我就在想 我跟志廷老師 什麼時候認識的 原來在這裡 他穿得好紅 有看到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認識他了 但是就是在這 不知不覺當中 儲備了很多的音樂 那在這裡可以看到 在2012年 當科普計畫還沒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辦一些 自發性的演習 但是那個時候 台灣的環境叫高不成低不舊 要嘛你就買貴的 是樂高的產品 要嘛就好像什麼都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看很可憐 我那時候在宜蘭辦了一個工作坊 那時候是一個自由軟體的聚會 大家就在那邊弄 結果基本上沒有人做出來 那天大概板子都燒得差不多 那最後做出來的也很陽春 那都是回去補作的 回去補作 你可以看到這個 非常非常的陽春 那後來呢 我們又在蘇恆成老師的一個安排之下 我們後來到了松山宮 這一次我們辦的比較大 那當然我們也有比較多的預備 那有一些高職的老師加入 然後協助我們做這個辦 這一場活動之後 我就發覺該做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在宜蘭漢失敗之後 我就對自己絕望了 我說我不要再漢了 所以我去那邊有點在看別人在幹什麼 結果你知道我發覺那些老師 我們說上武漢街 下武做城市 結果你就發覺那些老師 沒漢完不吃飯 我就說老師拜託 該吃飯了 他說不行我還沒漢好 所以那個時間點 我們覺得時機成熟了 該做 那作為大學老師能夠做什麼 在社群裡面 我們能做就是幫忙寫計畫 所以那個時候我負責的任務 就是負責去找錢 那時候我們就跟科普計畫 有認識 然後就開始做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非常感謝這些人 不管是教授群 高中職的老師 還有一些社群 技術社群的人員 等一些幫忙 好 那時候的計畫目標 基本上就是推 Squatch 跟相關外部感應器的一個部分 好 那當初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有一些想法 或一些共識 我們一直希望走自由軟體 就像Squatch自由軟體一樣 我們走開放內容 開放硬體 好 那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我們這一群老師 大家一起針對教育現場 慢慢的做一點事情 來改變我們的教育政策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件事情做得滿對了 我們是從一種生態系的方式來做推動 今天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不是單純我們是看Squatch這個軟體 或是我們看到Arduino這個硬體 或是什麼樣的硬體 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生態系 讓大家能夠養分互相的一個滋養 好 所以從這裡 我們遇到了非常多的朋友 在這些環節裡面不斷的幫助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SCA社群 能夠不斷的凝聚更多的參與跟共識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從這件事情開始想 好 各位大家今天如果看到有穿這個橘色衣服的人 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是我們第一屆瘋狂貓咪杯的紀念衫 好 那我本來要想放的叫做美麗的錯誤 還是美麗的誤會 好 大家等一下聽聽看為什麼 好 這個 大家很喜歡去那個地方叫博朗咖啡科大店 好 這裡呢 就是喝咖啡的地方 好 那大家說這有什麼特別 瘋狂貓咪杯就從博朗咖啡的科大店出來 好 這是一件事 我真的很感謝科普活動計畫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提計畫的時候 他上面有個指標 要辦跨限師競賽 然後呢 為了要爭取計畫 我也很勇敢的心 我要辦跨限師計畫 結果 結果就知道怎麼升跨限師計畫 後來那天我就跟凱魯 就一起約在博朗咖啡 我說凱魯完蛋了 完蛋了 怎麼樣完蛋 他說要辦一場跨限師計畫 跨限師競賽 可是我沒有編錢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 那當然凱魯是我的好朋友 他說那我想辦法去幫你要錢 好 我說那你負責去要錢 我想辦法去找人 好 那接下來這事情就開始演變了 好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很幸運得到兩個單位的贊助 這兩個單位贊助 讓我們第一次的這個瘋狂貓咪杯的比賽能夠進行 第一個當然就是教育部的歐薩克計畫 另外一個就是國家高速網路中心的自由軟體實驗室 他們捐助了非常多的金錢讓我們來運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謝 這個真的不能夠用言語來形容 我覺得宜蘭教王中心對我的支持不是百分之百 是百分之一百二 真的是超過我的期待 宜蘭縣教王中心我就跟齊鴻老師聯絡 因為齊鴻老師那時候剛認識 我覺得可能不要得罪我之類的 所以他就幫忙了 他承接下來 所以其實第一次的跨縣市競賽 包含網站紀念山 經費的核銷 比賽的流程 評分 頒獎 全部都是宜蘭縣教王中心搞定 那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謝 好 那有人問說 為什麼要叫瘋狂貓咪杯 好 那個後面有人在互相打pass 因為齊鴻老師就跟我講說 老師 我在那邊想 這個跨縣市競賽 到底要叫什麼名字 叫貓咪杯 好像沒什麼有趣對不對 後來不知道怎麼樣 他說那就叫瘋狂貓咪杯 那 那 等一下 他啦 他跟我講說要叫瘋狂貓咪杯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大象 然後所以現在大象是說是知庭老師想的 真的 那我們是不是大家回頭一下 給知庭老師的一個鼓掌 謝謝 我本來以為瘋狂是啟紅害的 沒曉到是知庭害的 怪不得我每次跟他相處都有些瘋狂的因子在 他把所有的設備都藏在學校沒有帶回家 所以我們第一次辦的時候 其實得到很大的贊助 宜蘭縣教王中心去聯絡花蓮 台公還有我們很好的朋友基隆 一起合辦了這一次的比賽 總共有113個學生的參與 那這一次的這個伴侶是在 基隆跟宜蘭的小朋友來我們佛光大學做一些比賽 好這是一個整個的一個狀況 好接下來 第二屆 好各位 各位朋友你們說第一次一定叫做不小心 第二次你這樣做不邊經費 沒有打算這個叫什麼叫故意對不對 你要覺得我是故意的 各位親愛的 你知道我們跟科技部申請計畫 我們都不敢申請太多 怕說太多之後第一碼要碼被砍 第二個計畫不能過 那搞不好就是因為小小的一點點 然後就失去了大大的很多 所以那一次我們就拱誰 拱基隆拱基隆出來辦 好那那一次我們剛好去深美談 應該是banana pie的事情 我記得那一天我們社群的成員在深美留了一陣子 好所以我們就到了一個深美國小 好到深美國小之後呢 那個就說那就找直密來談了 好這個人我們真正要去非常非常的感謝他 他小廖他已經退休了年紀比我還要老 但是我還是叫他小廖 小廖來沒有問什麼 真的什麼都沒講 他直接跟我講 許老師這樣夠不夠 他就直接開一個架碼給我 沒有講第二句話 我當場 我說老師謝謝 我那天回去應該衝回去買樂透 可是我沒買 我應該變一萬多 小廖真的什麼都沒問 小廖就問說老師這樣夠不夠 就直接給我了 所以真的非常謝謝我們的那個教網中心的這個廖主任 那在他的安排之下 因為小廖有很多的人脈 所以其實我們第二屆瘋狂貓咪杯辦的比第一屆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小廖幫我們做牽線 那在這裡的話就有一個故事 那個我特別還叫蘇世文主任過來 那一次啊 那個就是光泛第二屆那個瘋狂貓咪杯的時候 其實我差很多的工作都是落在那個蘇主任跟他們的團隊身上 結果蘇世文老師打電 就是打電話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花我們基隆要出這麼多錢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講你們小廖講的 對他說那不然你修改好了 看你哪些不要付我付好了 後來他也沒怎麼改 所以其實這一屆 其實很感謝基隆跟那個宜蘭教育中心 都出了相當多的經費來support 好第二屆能夠這樣子 第三屆大概沒辦法了 所以你就知道當你需要的時候 就會有人把枕頭拿來給你了 第三屆就是智科斯接手了 所以我們真的很謝謝這位教育 很多的教育中心去跟智科斯說 不是我去講的 他們認為比賽辦到這裡 應該有人要出來的 所以在這裡呢 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去承擔 因為當教育部的錢下來 就不是你們縣市在這邊玩一玩 他開始就要有一些規模 有一些所謂的公平性的部分 在這裡我真的非常感謝新北市教育局 特別是我們今天在現場的陳國全老師 那個新北市文德國小 承擔了這個整個的工作流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的場景 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大 在那個新北市的那個 應該是市民廣場那裡 辦了一個瘋狂貓咪杯 好 那105年辦完之後 106年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社群成員 丹丹丹招漢老師 招一堆 好 我們非常感謝台中市的教育局 招漢老師 在招漢老師的協調之下 讓這個貓咪杯辦得非常的有特性 更重要的是 他還去運作107年在高雄來接瘋狂貓咪杯 好 所以其實到目前為止 貓咪杯就是辦到我們107年 接下來 好 108年 那時候要產生的時候 其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其實很多縣市認為辦這樣的比賽 是非常累的 大家都有一點抗拒 不想要做 但是真的很感謝 而且像招漢老師 文聖老師 還有各地的這個教網中心主任 大家互相的運作 把它運作到了 彰化去了 所以 明年的瘋狂貓咪杯 我們會再彰化 會再彰化 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這些是我真的非常感謝的 SCA計畫 沒有這些教網中心的參與 我們沒有辦法走到今天 接下來 我們要講一下 我們今天要頒一個獎 要頒給最佳縣市叫補伴 好 那這個縣市呢 據說那個時候 當大家都不要辦的時候 本來要跳出來的 本來的 好 所以不是彰化 不過未來非常有希望能夠辦 另外呢 目前這個縣市呢 在我們整個SCA的相關的資源的導入跟推廣 等一下我們會細細的來說 辦人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來我們來宣布一下 我們2018年 在SCA最佳縣市叫補伴 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那個 接下來我們先請那個花蓮 花蓮縣教網中心的邱文勝老師 先來跟我們進行簡單的報告 報告如果通過 我們就可以授加了 好不好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私立就請 那個花蓮縣教網中心邱文勝老師 那請大家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謝謝